她本是商业奇才 却被自己的未婚妻在酒水里吓唬 然后和同父异母的妹妹徐云烟 把她推进海里 身上还绑着大铁块 在她沉入水下的那一刻 两个女人争鸣 得意的面孔在她眼中定格 当时25岁的徐云龙成立东江云龙贸易公司 利用家族和自己的人脉从事进出口贸易 短短6年间 云龙公司发展成为极进出口贸易 家电制造 房地产开发为一体的集团公司 产值数千亿 带着愤怒 不解和不甘 徐龙的灵魂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穿越到这个乞丐身上 从破碎不连贯的记忆里 这个乞丐有些痴呆 没有生活能力 好像是有了身份证之后 被人从很远的老家带出来就没管他了 在这个城市里靠捡垃圾箱的食物为主 狗言残喘居然活了好几年 哇塞 锦言你快看 那个乞丐的样子好霸气哦 快拍个视频 发到动音绝对能火 被叫做锦言的白衣女孩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顺时惊讶起来 连忙抛出手机跑了过去 小慧 这个乞丐在这里好几年了 我经常遇到 可从没见过他今天这个样子 真是好霸气 太奇怪了 嗯 我也见过几次 就是一个傻子 他总在附近的垃圾箱里找东西吃 恶心死了 看他这个神态似乎在想什么 要不我们过去问问 要问你去问 我才不去呢 他身上臭死了 估计从来没洗过澡 苏锦言想了一下起身把没吃完的全家桶 和一杯没喝过的奶茶端了过去 喂 你肚子热了吧 这个给你吃 乞丐茫然地转头看着这个女孩 张了张嘴巴却没有说出话来 原来是个哑巴 苏锦言指了栏杆上的食物 逃里睡得离开了 再待下去就要吐了 乞丐看着眼前的食物 喉咙里吞了吞口水 我去 小慧你看 我刚发的视频不到十分钟 居然有这么多点赞和评论 还真是 我就说了 这个视频肯定火 那你说这个乞丐会不会成为网红呀 非常有可能 这可能是个商机 走 去问问我表哥 他就是专门搞网红包装推广的 乞丐 网红 我特末不是死了吗 难道是我的灵魂穿越到这具身体上来了 要真是这样就太好了 老天有眼 让我徐云龙重活一世 定要让那些狼心狗肺的人生不如死 为什么 那两个女人为什么要害我 徐云龙悲愤之于百思 不得其解 未婚七周敏是本地人 两人也是在合作的过程中认识的 已经在美国领了证 准备过完年就举行婚礼 虽有滔天恨意 徐云龙却不得不面对现实 他如今的身份就是一个乞丐 还发现这具身体由于长时间没有说话 语言功能严重退化 好心的女孩留下的炸鸡和奶茶 可以让我今天不至于挨饿 可明天呢 总不能再去翻垃圾桶你的食物吃吧 怎么办 徐云龙在身上摸索起来 咦 这是什么 天哪 这个叫五二狗的人 怎么长得跟我十八九岁时的样子这么像 有个身份证以后就方便多了 不然班砖都没人要 看来以后就只能用五二狗这个名字了 虽然很难听 可总归是个法定的名字 我 五二狗 从今天开始就不是傻子 也不是哑巴 更不是乞丐流浪汉 我要从这里崛起 把陷害我的人一个个猜死 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爸 艾姐 我要发财了 正在炒菜的苏正坤笑着问道 发什么财 你中彩票了 旁边的二姐苏锦鱼 瞪着大眼睛一脸的疑惑 不是中彩票 我今天下午在公园拍了一个短视频 你们猜怎么着 不到两个小时就有五十万的点赞 八万条评论 五万次转发 而且粉丝暴涨 达到直播带货的标准了 估计明天还会暴涨 苏锦岩把手机递到二姐面前有些得意 苏锦鱼看了一下视频给小妹竖起了大拇指 然后又给爸爸看了一眼 这不是公园桥洞底下住的那个流浪汉吗 居然被你拍出了这样的效果 不错不错 什么叫拍出的效果呀 爸 你是不知道 这个乞丐当时的神态和姿势真的太有气势了 我很幸运地抓拍到了这个画面 这个乞丐已经成了网红 估计明天就会有媒体记者前来采访 那是好事啊 说不定能改善一下他的生活状况 这个乞丐也挺可怜的 在公园里待了好几年 我还接济过他几回 就是啊爸 要是能改善他的生活状况就最好了 我也算做了一件好事 这个视频虽然点赞的很多 可也有好多网友在说我没有同情心 拿一个乞丐博眼球 赚流量 我最应该去帮助这个乞丐 你说怎么办呀 你这孩子 不好好上学 搞什么短视频 不知道现在的网络暴力有多厉害呀 这是搞不好你要承受巨大的娱乐压力 那怎么办 发视频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呀 这样 待会儿我们去把这个乞丐找到 给他买身衣服 带他洗个澡 我再联系一下在民政部门的战友 看能不能把他送到收容所 赶紧的吧 我们去找他 找什么急呀 店里还有客人呢 等打烊了再去也不迟 那个乞丐也跑不了 那行 我先去给他买身衣服 苏锦言不到二十分钟就回了 给乞丐买了几身衣服 小餐馆八点钟就打烊了 稍微收拾一下 父女三人拿着手电筒 就朝滨海公园走去 今天就在公园里的茶椅上睡吧 乌二狗别无选择 躺在椅子上思考明天要捡多少饮料瓶 才能够一天的伙食费 还要找到收饮料瓶的废品站 爸 在这儿呢 爸 他不会说话 怎么跟他交流呀 你能听懂我们说话吗 乌二狗有些莫名其妙 这几个人这么晚来找他干什么 不过还是点了点头 爸 他跟姐姐一样耳朵不拢 只是个哑巴 好像也不傻 苏锦言杂杂呼呼 也没顾及到旁边姐姐的感受 能听懂就好 是这样的 我们是附近的居民 看你在这里待了好几年 想要帮助你 能明白吗 乌二狗嘴巴动了动 可还是说不出话 只得点点头 我们现在带你去剪个头发 洗个澡换身衣服 然后给你弄点吃的 行不行 乌二狗觉得自己运气来了 这都是目前迫切想要改善的 否则去卖饮料瓶人家都会嫌弃 连忙点头 实在表达不出自己的感激之情 只好双手合适给三人各居了一躬 爸 你看他还知道赶恩 一点都不傻呀 别瞎说话 赶紧走 一会里发店该关门了 一个小时后 苏正坤把乌二狗带回餐馆 再次把苏家姐妹惊艳了一把 换了衣服的乌二狗 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虽然很瘦 可昂首挺胸 身材挺拔 深邃的眼眸显得 整个人的气质与众不同 苏尔赛 居然是个帅哥 爸 要把这么帅的一个小伙 你把他送到收容所 人家会收吗 除了不会说话 他就是一个正常人 苏锦衍给乌二狗端来 鸡蛋面疑惑地询问父亲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他居然还有身份证 我刚才问他想不想回家 他却摇头 收容所也不愿意去 这可怎么办 乌二狗听着这妇女的对话 连忙放下筷子 起身拿起点菜的纸和笔 写了起来 大叔 我不是傻子 以前生病脑子出了点问题 现在已经好了 出来的时间太长了 暂时也不想回家 希望能收容我 我们给你端盘的刷碗 不要报仇 等我身体完全康复就离开 谢谢你们今天的帮助 你们都是好人 你要留下来 乌二狗只能点头 这一家人心地善良 自己暂时要依靠他们 把身体恢复 才有打工挣钱的资本 不然靠减饮料瓶 连一日三餐都保证不了 要想翻身得等到猴年马月 爸 留下他吧 正好二姐一个人忙不过来 又端盘子又收银 妈去给嫂子带孩子 一时半会又回不来 有个人帮忙 你们都轻松一些 锦鱼的意见呢 苏锦鱼也点了点头 表示同意 那你就留下吧 收银台后面有一个折叠床 你以后就睡店里面 我也不会让你来干 一个月暂定两千吧 我这也是小本生意 开不了太多的工资 大叔 谢谢你们 我不要工资 叠墨鸡 就这么定了 快吃吧 一会儿该凉了